如果执行几次的话呢 其实这边都可以判断了 主要是看后面这地方 它到底是 这后面是几次 你就可以 它如果有等于的话 它就100次 如果没有等于的话 就99次 那如果是间隔2的话 这个就是50次 那如果乘 这个地方的话 是乘等于2的话呢 那也就这地方的话 这个数字会是2 4 6 8 10 它是乘的 乘的关系呢 那当然它是间隔越来越大 所以到128的话 总共7次 这个观念要有 这个有些变化 再来的话 潮状结构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输出一个 比如说 4里面还有4回圈 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99层发表 那99层发表呢 在TQC的108题 就是 要你输出的 这个99层发表 那4回圈里面 有4回圈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有两个 两个这个4回圈 第一个回圈呢 是在处理 外回圈的部分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然后呢 内回圈的部分呢 是在处理里面 我要乘 里面 1乘 1 得1 等等的 把这个值呢 通通把它输出 那这部分的话呢 该怎么做 比如说像那个99层发表的部分呢 我们以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 像这地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制作一个99层发表 我们比如说建立一个 这个class 叫 叫Multi 叫MultiTable 就是 这个地方的话 MultiTable里面呢 我们建立两个 这个变数 i跟j 那i的部分呢 是属于这个 乘数 j的话呢 是被乘数 乘数在前面 被乘数在后面 那最后如果说 我今天输出的结果呢 要是刚好是99层发表 像这样子 其实啊 程式的部分呢 很简单 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所谓 巢状的回圈 这个巢状回圈 就是 在for回圈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结果 第一个for回圈呢 也是1到9 要等于9 i++ 那内回圈的话呢 一样 也是到9 关键在这里 这两个回圈之后 输出的结果呢 因为第一个呢 是 乘数 有没有 那里中间的话 加一个x 再加一个j 等于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 后面的结果呢 就是两个 真的相乘的结果 那中间的间隔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t 输出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那 其实这一题的关键呢 并不会很快 后面特别注意说 因为我最后呢 跑完 这个内回圈之后呢 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最后还要换行 所以特别注意 在这个地方 换行你就print line 里面给它一个空置 穿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换行 换到第二行 那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回圈 除了for回圈之外 当然还有所谓的 while回圈 跟这个do file回圈 那其实这两种方式呢 都可以达到所谓的回圈的作用 而且两个部分呢 是相通的 等一下可以思考看 我们刚刚做的几个范例 比如说呢 加总 1加到100 或者中间有一个break continue或者break 那实际上呢 我们如果今天呢 用这个while回圈来做 其实也可以 假如说我今天呢 要做加总的动作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总 用while回圈怎么做呢 首先特别注意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while回圈 那while回圈呢 其实 跟这个for回圈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的起始 它其实没有一个起始 起始值呢 这个地方是你自己要去制定的 那条件的部分在这里 另外步进 它没有那个 比如说像i++ 当然你这个地方 i++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要用while回圈来写一个 1加到100 其实也可以 一模一样 只是说 写作的方式不一样 放的方式也不一样 那实际上 如果有考过那个 秉极软体设计 大概都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前置回圈 也是说你把条件放在上面 那dowhile回圈刚好倒过来 它只是说把这个while改成什么呢 改成do 那你while跟条件呢 把它摆在哪里呢 摆在这里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最后还要加一个什么呢 结束符号 这个就是所谓do file回圈的 差异 那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判断的 有没有 位置不一样 一个是在 一进来之前 就先判断 一个是先做了之后呢 再判断 那这个差别就 大概就等于是说 你吃饭一样嘛 是先收钱再吃饭 还是先吃完饭再收钱 那道理是类似的 只是说你 这地方如果你不先 没有收费 你就不能够吃饭 就是餐厅的规矩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如果今天要 做一个所谓的 1加到100好了 那程式大概类似像这样 那你可以把for回圈 刚刚的概念大概改一下 这地方 我们其实只在这里 那也是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um 就是加种 一样 那条件就放在这里 它必须要小于 等于100 的状况底下呢 才会去执行下面的程式 那就加 相加的地方一样 那 布禁的部分呢 就在这里加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 把这个再更改为 break 里面当然也可以break 就是说 如果 这边也可以把它设一个条件 如果呢 它的值 一负 它的这个 i的值呢 假如说呢 它这个值 大于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 计算的是 99好了 就1到99 那你这地方的话 起始值也是1 然后呢 加的话 这边可以 i什么呢 加 等于2 有没有 这样的话 中间再加一个break 就可以让这个程式呢 做跳开 你可以思考看看 另外呢 continue也可以加进来 continue也可以加进来 那还有就是说呢 同样的sample呢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比如说像 do file方式 有没有 我刚刚提到 你也可以 1加到100 试试看用do file来做 另外呢 1加 加到99的单数 这个 奇数的部分加总 用do file 试试看 最后呢 还有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九组成法表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 这个是1加到100的do file方式 大家类似的 应该可以 那最重要就是说呢 其实 如果从VP跳到Java 最容易忽略就是这个 这个分号 因为常常写一写 别习惯都没有这个分号 那 99的单数发表的部分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它改成 这个do file 我这边有do file 这两个 假设我今天呢 用 fire的方式来做 也可以 做出来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 那方法的话 可以思考看看 我这个地方先不要讲 你去思考看看 一样结果也是一样 do可不可以呢 一样也可以 有没有 do做出来一模一样 放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有没有 其实类似 那这部分的话我想 也就是把刚刚 那几个sample 第一个是 1加到100 第二个是 black的那个 基数的加总 continue的基数加总 那最后就是99层发表 总共4个sample 一样把它做一个 这个修改 改成fire版本 跟do版本 把画面呢 还给你们一下 大家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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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